裡面的話如果我用一個get 好像我們剛剛有用到一個get 那get的話呢 它裡面因為我們 假如說我現在把它print出來的話 假設我單單先不要fine all 比如說我今天 所以我建議你們就是逐步的 先不要用fine all的方法 先用什麼fine 然後先把它裡面的那個 裡面的 先把它 先用那個fine的方法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 也許你第一次啦 先不要把那個.tst裡面的東西 先print出來 你可以先看一下這個spam 這個spam裡面的話 這邊多一些點 多一些符號把它拿掉 那你會發現呢 它出來之後 它一樣會把這個裡面第一個抓過來 這個又又因為它有更新的 焦點新聞它又逼著又更新 新什麼 不是這不重要 這也可以當頭條 那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它基本上只有一個class 那另外它沒有href 所以如果你get href 所以如果你get href的話 會怎麼樣 會失敗 所以剛好有同學有get 有沒有 get href 奇怪了 就是像剛剛有沒有這個 點嘛 你想說用get 比如說get什麼 get href的時候 那它就出現什麼 出現一些錯誤訊息吧 有沒有 用get 那明明它沒有這個東西 你要get它 很抱歉 它一定給你什麼 給你錯誤訊息 href 有沒有 你get這個東西 它有沒有 應該是沒有吧 沒有它會跟你講說 oh no 沒有東西 很抱歉 沒有 ok 如果有些人 甚至會出現錯誤訊息 那怎麼辦呢 那你總要找一個有的嘛 那怎麼找有的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一層裡面沒有的話 請你要往上去 往上一層 往上一層就是說 往上面去找 上面有沒有超連結 有了 那你會發現喔 基本上 它就在上面一層的 所以span的外面 還有包一個什麼 在上一層是A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抓東西 在這個A 所以第一個 你可能要改什麼 把這邊喔 改成A ok 那第二個的話 你要改class 那class的話呢 你要找哪一個class呢 你會發現到這裡面 那它的順序不見得一定是A class 剛剛是先class在HRE 它的順序 這沒有固定的喔 所以通常會是 比較多應該是HRE為先 後面的話才放什麼class 你會發現在後面 兩個顛倒位置嗎 其實沒有關係 那特別注意喔 它這個地方 有非常多個類別 也就是說呢 一段文字喔 它可能不只一個類別 那哪一個才會是正確的喔 基本上你可以fine一下 然後我剛剛有fine一下 其實就這一個 叫story的那個title 那我這個storytitle 假設我今天把它Ctrl-C Ctrl-C之後的話呢 那把這個storytitle 放到這邊來 這叫class 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就print兩個東西 print它的text 跟它的那個 HREF 看好不好 OK喔 這邊的話把它改成 給Test 這樣的話呢 先用fine 先找找看 第一則新聞 能不能找到我要的 欸你會發現 有 OK喔 大文豪 招暴虐 招暴虐 虐待狂 OK 意義是什麼 重點是 招 它就是虐待狂的意思 OK 好 那所以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一層 你要那個超連結的話 那你恐怕你就是不能抓span 你要找span的上一層 所以有的時候你這一層找不到 你就往上一層 這一層還找不到 再往上一層 OK 所以它有點像 撥洋蔥的概念吧 一層一層一層的 所以慢慢要習慣 這一層找不到 往上找到ok了 好 那假設我已經 ok了 我要的是 這個東西 那接下來一樣嘛 把那個回圈跑出來 所以回圈的話呢 基本上 一樣 for 欸把這個改一下 for回圈 好然後呢 我們把那個 list v 裡面怎麼樣 把它 把它逐個逐個的print 把它這個 搬到這邊來 ok 那這邊把它 散掉 ok 把它拿掉 然後把它改成回圈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前面寫蠻多 如果你對回圈還不熟的話 回去真的要多練習 那把這邊怎麼樣 改成s 看得懂啦 ok 所以呢 那 又是八行程式 齁 執行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喔 那個python真的 有時候 欸怎麼 啊 露什麼 喔 對對對 ok 所以齁就是這細節嘛 改一下 其實這python 真的 寫起來就是覺得 就是簡單 程式就是沒幾行 就可以做出來了 那你今天寫的東西可以當範本啦 我想應該 大部分喔 你要下載的網頁都可以下載的了 甚至 會比VBA裡面那個方便蠻多 兩邊其實各有優缺點啦 我是覺得 你如果我要抓網路上的table啦 還是用那個從wave的功能 會比較簡單 那如果你要抓的稍微有點複雜性 像這種要抓裡面的tag標籤跟class的話 還是用這個方法比較好 好 這個第一個解決了 好我們如果要抓的東西要超連結 那你記得要標籤是A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我要的是什麼呢 只要交點新聞 其他的東西我不要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個目前喔 重新整理一下 目前的交點新聞 1234 其實只有四則 但是目前的話呢 1234 後面一堆 其實他好像全部都是story title 所以其實喔 如果我要前面四則的話 你其實只要改for回圈就好了 那我們前面講過喔 如果你要全部 那就是for each 這種是for each的寫法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是前面的 前面四則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不能用這種方法寫 那你可能就寫了什麼 for 什麼呢 for n好了 或者for i也可以 in 什麼呢 range 還記得嗎 瓜糊 哪一個呢 從 他的編號一定從0開始 0到 3嘛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輸入到 4嘛對不對 冒號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這個s要改什麼 改成那個 我們的 list of v list of v 的第幾個 ok 所以把這邊改成 list of v 裡面的第幾個 中瓜糊 然後加一個 n 就可以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list of v 的第0個 有沒有 其實就第一個 然後呢 再來後面也一樣 Ctrl C 這邊Ctrl V 切上 ok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了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的話呢 欸 有沒有 1234 這只有四則 ok 所以以後如果說 我要的其中的部分的話 那你就不要用那個 for each的寫法 for each就是每一個 都幫你全部抓回來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用for 用range的方式 啊range的話呢 就告訴他第幾個 到第幾個的 的那個 的那個 到0到3嘛 那這個是後面 中始值的 的那個 後面那個號碼 你把它填上去 然後 就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改 兩個地方 第一個 把span改成A 去抓他的那個 CSS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呢 把那個 就是全部變成只有 就是 焦點新聞的四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